PASSIONTIMES.HK 好,這個2017年8月10日,每日集新聞的時間 唉,今天真的好... 好不幸,這個消息真的很不幸 但我又沒有其他資料想說 所以我就說這個 話說,大家知道 香港過幾天,10多日就會上銀魂 因為銀魂的成績很好 令人對於這些真人化的電影 多少都多了些期望 但這個世界的東西,拍攝就不包賺 我們今天想說一個非常危險的例子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個 《Zozo的奇妙冒險》 這是鑽石不會碎的第一章 我們之前也有播放過的 《Zozo的奇妙冒險》 這套由《山奇妙人》 又是《山奇妙人》 《山奇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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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ヤ奇妙人》 《山奇妙人》 華納共同製作 全國三百多個院上來都算是大手 結果在這個狀況中 輸了給剛剛在5號公開的劇場版蒙面超人 Eguzai-dor 新角度和宇宙戰隊二合一 二合一嗎? 這是另一個結局 因為這代蒙面超人 即是不是李小龍和宇宙戰隊的 公開二週目的 公開第二個星期的 想協你的兒狀 我不懂得讀 因為他的戲名很奇怪 因為他是故意的 他的戲名很奇怪 上第四位 這是非常糟糕的開場 如果大家知道 三池雄之上一套的作品 就是牧村托胎主演的無限之住人 比起無限之住人收得更低 真是大 無限之住人也收1億8千9百萬 因為多他的感 我想說日本最慘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的票房收入榜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規矩 就是去到第五位 是要公佈自己收了多少票房 領第六 跌到第六就不用的 沒有人知道 跌到第六你也只是一套廢片而已 你明白嗎? 第五你還要讓人知道你收得多少 有多 是很可憐的 但很不幸地 果然又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 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 粉絲來說 大部分人都說 叫了你不要拍的了 阿藍看法是怎樣的? 阿藍看法是怎樣的? 那時候是死定了 叫了你不要拍的了 還有因為都挺大咬的 就是這一篇因為杜王丁 大家都知道就是吉良吉影那篇 大家都只是想看吉良吉影而已 他第一套戲他特意不拍吉良吉影 就拼一套戲中 然後一直這樣奪上去 然後吉良吉影出場 然後吉良吉影缺帳 那就是三部曲 但是根據現在的消息來說 就開始大家都猜就是 多數都沒有第二集了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唉真的可以說是 何必挑戰這麼高難度的事呢 我經常都說 另一方面 已經進入第四周公開的 銀運收入已經突破了27億 在同類型的電影裏 這個也是非常佳值的 我也是那一句 真是 唉沒有辦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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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就是懂得拍和不懂得拍 真是差很遠的 你找三次從此拍 你都預了奶的了 你都預了奶的了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是每日澤新聞 拿 那 你 但是 你 你 那 是我 是 那 感谢观看